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京都在创世纪 四十五章一到十五节 昨天我们看到 犹大他们回城到 玉舍那里 犹大是预备 那时候他说 我们与那在他手中 收出备来的 都是我主的奴仆 他们回城不是只有犹大 不是犹大说 你们都走吧 我回去 求情没有 全部撕裂衣服 回城 哥哥们在这时候 非常的团结 过去是团结的 一起把约瑟卖掉 现在是全部团结的 来到约瑟面前 而这个降伏是 他们知道 神查出我们的罪了 他们是服在神的面前 愿意接受上帝的惩罚 虽然是透过宰相的手 可是约瑟他说 没有只要留一个 就是汴阳明 那犹大就花了很多的篇幅 去提到父亲的感受 所以他说 如果真的要留下一个人做农仆 那就由我来代替 求求你让我代替 到这里 约瑟已经不用再试验了 他已经完全知道 各个们跟过去截然不同 生命完全不同 他们敬畏神 对神有一个敏锐的看见 他们生命改变 他们在乎汴阳明 他们也在乎爸爸的感受 所以今天的进度 就是一个大结局了 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 情不自禁 这个情不自禁就是 他知道哥哥们真的改变了 可以相认了 吩咐一声说 人都要离开我出去 这里是 有一点点是很直接的命令 而且是呵斥 不太礼貌的 他要显出来就是 约瑟那个 情绪已经蹦出来了 已经不能自禁了 情不自禁了 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 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 他就放声大哭 你想象 犹大讲完这段话之后 宰相突然就吩咐所有人离开 而且是不太礼貌的 全部走 全部离开 然后突然大哭 这个哥哥们一定也是一头雾水 而且非常的吃惊 第二节说放声大哭 大哭到什么 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 都听见 声音很大声 或者说人听到传过去 法老那里 表示约瑟所有的情绪 以前的委屈也好 整个过程 他的忍耐也好 爱哥哥们的心 爱爸爸们的心 爱汴阳明的心 全部在那里很复杂 很激烈的在他的心里面 约瑟对他 弟兄们说 我是约瑟 哇 这句话很吓人 这个对哥哥们来讲 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是坏消息 惨啊 你现在 你现在是宰相 而且中间一段 就是看起来 摆明的就是对付我们 那现在知道了 你是约瑟 不过这个我是约瑟 好像揭开了 这个宰相的身份 同时也揭开了 这个家庭二十多年来的秘密 那个掩盖下来 不愿意让人家知道的秘密 打开了 我的父亲还在骂 他弟兄不能回答 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 就是我说的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候 要害他的 要把他卖走的 本来是要直接杀他的 弟弟啊 所以吓坏了 他们一定还在连结 所以吃饭的时候 可以把我们分出来 所以这一切 他是不是 就是要对付我们了 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 请你们进前来 看起来不是恶意的 他们就进前来 他说 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 表明我们还是兄弟 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 哇这个哥哥们被击凉了 你还记得啊 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 自由之恶 被卖的约瑟回头过来 安慰哥哥 那为什么约瑟可以回头 安慰哥哥 不要自忧自恨呢 因为约瑟有一个眼光 他看明白了 这是神才我在你们以前来 为要保全生命 不仅是犹大有一个属灵的看见 知道这个宰相这样对付他们 其实他只是上帝审判的工具 约瑟也有一个属灵的眼光 他看见了 我今天被卖到埃及来 虽然是你们的邪恶 但是上帝主宰了你们的邪恶 你们对我有恶意 可是上帝却透过你们的邪恶 带我到埃及来 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 为要保全生命 现在这地的饥荒已有二年了 所以约瑟三十九岁 还有五年不能耕种 这是上帝透过法老的梦 启示约瑟的好 不能收成 意思是说 饥荒还很久 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 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 又要大使拯救 保全你们的生命 余种他本来的意思是 经历过大灾难存留下来的人 他说 我今天到了埃及 是神差我 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你们是邪恶的 嫉妒的 但是神主宰了你们的邪恶 神介入了你们邪恶 事实上 神在掌权 所以当约瑟这样的表达的时候 是他看见上帝的绝对主权 是神的工作 神差我 在你们以前来 我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 是为了你们 又要大使拯救 保全你们的生命 这样看来 才我到这里来的 不是你们 乃是神 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 做他全家的主 就是受法老尊敬 然后有权柄 管理埃及 并埃及全地的宰相 所以约瑟他一方面看见 神的主权 他是透过你们的恶行 成就了他的计划 第二个 约瑟说 我的丰盛和丰富 不过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 他说 是我做埃及全地的宰相 所以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 对他说 你儿子约瑟这样说 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 请你下到我这里来 不要担言 你和你的儿子 孙子 连牛群 羊群 并一切所有的 都可以住在歌山地 与我相近 我要在那里奉养你 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 免得你和你的眷属 并一切所有的 都败落了 约瑟的意思是说 还有五年的饥荒 还很久 你这样子敌量 没完没了 你就搬下来住吧 还有五年的饥荒 不要因为饥荒时 你所有的败落了 十二节 况且你们的眼 和我兄弟辩阳明的眼 都看见 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 就是你们亲眼看见 我就是宰相 我对你们说 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 一切的荣耀 和你们所看见的事 都告诉我父亲 又要赶紧地 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 于是约瑟福在他兄弟 辩阳明的景象上哭 辩阳明也在他景象上哭 他又与众弟兄亲嘴 抱着他们哭 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 可以相认了 在相认之前 约瑟大哭了一场 然后说明解释 并且安慰哥哥们 告诉哥哥们说 你们的意思要害我 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 不要自忧自恨 其实是上帝借着 你们的手 让我到埃及 而我今天做宅相 只不过是上帝 拯救计划的一部分 目的是要拯救你们 所以约瑟也给了一个指令 要他们回去 把老父亲接下来 最后他们 彼此拯抱 亲嘴 然后最后说 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 看起来从前面的金黄 害怕里面 恢复过来了 他们真的理解明白过来了 所以这个哥哥们 这段时间真难熬 情绪就像烟销飞车 很害怕 结果被款待 开开心心的要离开 又被栽赃 有一个银杯 心情又陷到谷底 没想到 知道这个是约瑟 不知道如何回应 才知道原来 是上帝借着约瑟 要祝福存留他们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段 这一段很精彩 也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 首先是在第三节 约瑟对他弟兄们说 我是约瑟 这句话非常的震撼 我说这一句话 就揭开了这个家庭 二十多年来的伤痛跟秘密 今天被瘫在阳光底下 当他们回去告诉父亲 约瑟还在的时候 他们显然也必须交代 把约瑟卖掉的这整个故事 我是约瑟 这个对这个家庭来讲 变成一个极大的祝福 这个掩盖的恶被揭开 原来神硬要把这个揭开的目的 不是羞辱 是为了依旨 是为了和好 是为了赐下恩典 而他的弟兄们不能回答 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 当然想象不到约瑟竟然还活着 可能也害怕被约瑟对付 但是可能这个惊慌 也是意识到 上帝竟然也主宰了自己的邪恶 上帝竟然也通过自己 这个恐怖的邪恶 来成就他的计划 那约瑟呢 在他成为宰相之后 他一定有很多的时间 重新去回想 他年轻时候的那个梦 他也一定 从头到尾仔细的去思考了 每一个过程 他的忠心 还有上帝的带领 以至于他能够说出 这么有智慧的话 他说呢 不要因为把我迈到这里 自忧自恨 他知道 哥哥们现在一定是 很忧愁 也很懊悔 他竟然能够说出来说 这是神才我在你们以前来 是神的工作 是神掌权 神使用了你们的邪恶 成就了他的计划 约瑟的哥哥们 看见 意识到 约瑟他也看见 甚至呢 约瑟他也清楚的明白 自己的丰盛 自己的丰富 今天他成为宰相 他只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 在第八节说 这样看来 才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 乃是神啊 而且呢 上帝让约瑟来做宰相 目的是什么呢 第七节说 神猜我 在你们以前来 我也要给你们存留于种 在世上 又要大师拯救 保全你们的生命 目的还不是我 上帝把我猜到 埃及来的目的是你们 这个要很大的谦卑 他不是说 上帝祝福我成为战相 目的是要对付你们 把你们整死 没有 他看见的是 上帝 兴起我 目的不是要使我得尊荣 目的是要使用我 来拯救你们 他把这个主客又转换了 你们才是主要的 因为上帝要拯救你们 所以他使我做宰相 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眼光 真的求神给我们这样的眼光 使我们看见我们所得的丰盛和丰富 不过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 也使我们在丰盛里边 看见我们不过是神使用的器皿 没什么好骄傲的 神祝福我们 为要祝福我们身边的人 另外一方面 我们在苦难的里边 在修剪的里边 我们也可以看见 背后上帝积极的意义跟目的 于是之所以可以忘记这些伤痛 全然的饶恕哥哥们 是因为他看见更高的 上帝的心意和计划 我也提到 我在花莲开民宿 我那时候觉得房东 对我很苛刻 对我很不公平 我有很多的委屈 但是后来我慢慢的看见 上帝就透过房东 这样的特质和个性 在熬练我的性格 可以饶恕是因为 不单单我们看这些伤痛 而是更多的看见上帝 如何在这些不容易的过程当中 来祝福了我们 来带领我们 为了要修剪我们 为了要使我们更蒙福 很多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自己静下心来想 也会意识到 如果没有这些 我们自己过不去的看 有很多的这些的伤痛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有可能信主 我们有可能全家 经历这个恩典和福分 各位弟兄姐妹 我真的盼望 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眼光 而这样的眼光 其实是可以操练跟学习的 在我以前高中的时候 刚刚学习篮球 我看球赛 我就是看谁得了几分 Michael Jordan拿到球 我就想他姿势很漂亮 他怎么得分 但是等到我对篮球认识多一点 我就会去看整个球场上 十个人 他们的跑位 他们怎么传球 甚至我会去留意到 在什么时机点 教练为什么要叫暂停 我所看到的资讯 就远比我在高中的时候 看到的多得多 有一个弟兄 他是坐隔间的 他进到教会里面 就告诉我说 牧师你知道 这个门口的这一个天花板 他有问题 可能他会掉下来 我就站在那里看半天 看来看去 一模一样 怎么会掉下来 果然原来他里面 有个支撑架 真的是歪了 就那么一点点的小瑕疵 但因为他是专家 他受过训练 受过装备 所以他看得到 有些音乐家 他听了一首歌 他可以听出来 很多的情感 画家 他看见这个花花草草 各样的颜色 他可以分辨不同的绿 不同的颜色组合 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眼光 这些触觉 这些敏感 是可以被训练的 以至于我们在属灵的世上 我们应当 也是可以被操练的 更多的去看见神的工作 看见在每一个事件背后 上帝的心意 其实我们可以常常问我们自己 现在我们所遇见 所发生的事情 上帝的心意是什么 他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做什么工作 不管是苦难 或者是我们的丰盛和丰富 我们都得看见 否则我们没有办法与神同行 我们没有办法跟神配合 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神的心意 求神帮助我们 把这样的眼光 嫁给我们 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你教导我们 我们看见 犹大 他有一个属灵的眼光 他看见 他所遭遇的苦 原来是你的审判 我们也看见 约瑟 他有一个新的眼光 原来 他所遭遇的 这些 不公平 不公义 竟是你自己的计划 他也看见 在他的丰富里面 原来是你计划中的一部分 他不是主角 你才是 而他不过是个器皿和工具 我要透过他 祝福他的家人 主啊 求你也把这样的眼光 赐给我们 叫我们能够看明你的作为 叫我们因着有这样的看见 我们更能够超越苦难 我们更能够与你同行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